期趣秘聞 痛逐抵死 隱隱入星 天下第一期輸 藍皮輸 逢星期五晚 十點正 和你 朝燈夜道 好了 按完鐘仔就回到第二節 一說按鐘仔 全部笑成這樣 林安先生 潛平坤一個星期幾次按鐘仔 你以為同學女生產了嗎 我不去 不便宜 中學的時候我才去 她打電話的 麻煩我現在在哪裡過來 太便宜了 我現在不去 我不像啤梨 因為她有大膽 有時候被人認到就死 沒有 我是啤梨 她當然沒有 有沒有賤 我隨時問你 所以我不會 剛才開門 我很喜歡聽你的賤 你有沒有多貴 我幫我簽我的名字 幾毛 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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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都幾過癮 不過我們請卓飛 依然有鱷魚 有阿賈 還有最大份的卓飛 Self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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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二百多 我不知道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什麼去磅 但這輪好像瘦了一點 我不知道 我覺得你也是差不多 我猜這樣一下 應該有二百一定有 但二百多我又不知道 我從來都沒有什麼去磅 但這輪可能 不知道這輪可能吃得健康一點 而且也有些去動動一下 所以這輪可能是瘦了一點 如何是接觸動一下 即是去打球 去玩一下練劍 大家不說不知是居合度 居合度厲害 其實我只是二段 不是很厲害 我的師父 我的師兄全部都很高級 我當是一個終生的修煉 所以我跟其他同學不同 其實這些同學很趕著 要升級 要升級 每年都考試 我不是 我覺得這個武術 你學到死那天 都是要學的 甚至有些年紀很大 是的 他有些級數很高 比如七段八段 已經是你要學十幾年 因為他不是每年都可以考 例如你去到第三段 你要隔一年才可以考 去到第四段 你要隔兩年才可以考 你變成 我覺得這些長命功夫 你這麼趕到什麼 慢慢學 這樣才可以享受到 以及可以領略到 功夫的奧妙 所以卓菲 真是一個很特別的人 我印象中的卓菲 除了是這個特別 特別有些意識 譬如我們有時上去 剛才我在下樓梯 看到 你這些意識 或者見UFO的意識 是否從小時候開始有 其實你好像是天賦 聽過你那時候 在仁夫那邊 你都見過 見過什麼 鬼那些 鬼那些 經常都見到 經常都見到 我經常想見到 見不到 見不到我又見不到 有時我們去做一些靈探的事 有些人說見到 但我又感覺不到 又感覺不到 但偶爾又會被撞到 很隨便的 我不是說有陰陽眼 一定會見到 但感覺就感覺到 偶爾會感覺到 去旅行的酒店 你當我 想到一邊也可以 但 不聚財 會感覺到 但你見到UFO的感覺 又是否有 不同的 旅行的 UFO的感覺 其實個個都有 我可以這樣說 大家都有 不過很多時候 我們忽略了那種感覺 我只不過我是從小到大 我都見過 你最小的時候 你第一次是甚麼時候 再之前我忘記了 我最印象深刻 就是十一二歲 很小 小學 幾十年前 小學 那時候家裏沒有冷氣 以前不是個個有冷氣 那時候吃完飯 黃昏吃完晚飯 跟爸爸和兩個妹妹 就跑了上大廈天台 那時候是吃魚沖住 上了大廈天台 叫做客客 兩個妹妹在這裏玩 我又在這裏看東西 爸爸又在這裏看報紙 那時候應該是唐廠街那一陣子嗎 不是 我簡直是在 我住的那裏叫做德利樓 簡直是對著柏架山那裏 即是鄉山那裏 鄉山那裏 其實以前 現在我的陸營商 會走回來 小小新威園那一部分 那時候就在那裏上天台 沒有 上去氣 經常都上去 但是有一次就上去 就看到有個橙色的很遠 在對面拍架山 你幻想一下隔一條大馬路 一個山 我們剛剛對著山 就看到有一個橙色的球體 是你見到還是整個家人 其實我先見到的 然後我就告訴我老爸 然後告訴我兩個妹妹 那個橙色的球體 就在山頂那裏在那裏轉 就是圍著山頂在那裏轉 轉了四五個圈 然後他就慢慢飄去山後面 就沒有了 我最記得他飄過來的時候 他有一段時間是飛得比較近些 其實我是害怕的 我就拖著我老爸 我說走 我老爸就說 沒有 見到這些奇怪的東西 就站在那裏看看 就站在那裏看看 其實那個物件大不大 我們視覺看就不是很大 但是因為他在對面山 但其實你可以幻想到他來 我猜可能是一輛私家車 不是說很大的 但其實我們有時在外國 都見到這樣的報告 然後別人的天文求 那些甚麼探測船 探測飛機之類 這樣飛法其實有沒有可能 如果你是氣象氣球 他一定是隨風去飛的 那你的風就沒有可能在山上轉 那有人就說 會不會是孔明燈呢 因為孔明燈 但是你想要知道 孔明燈是隨風去飛 但是孔明燈 你會看到他的光是一個火來的 是很閃的 還有以前的孔明燈就不同 現在就是台灣大陸 做了一些天燈小小的 好像這張桌子 一張桌子那麼大 以前那些孔明燈 要幾十人圍著來放 還有一抽東西放出去 孔明燈我們見過 所以那個一定不是孔明燈 還有圓形的 圓形的東西 一個橙色 還有它橙色得來 它會好像橙色得來 會有些少少黃黃的 但是它不是 你看到它不是一個火在那邊動的 你看到它好像 我形容給你聽 好像有一塊蟲在那邊 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 動得很快 但是因為連我爸也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們回去 就說了給家人聽 其實就沒有那件事 但是當你慢慢慢慢去再讀 尤其當你有網絡之後 你便會發覺原來 你看到那些片 現在有些片 你看到真的片 其實它跟我現在看的東西 一模一樣 那你就會知道 那時候原來 看到那個真是一個UFO 甚至你其實當時也解釋不到它是什麼 但你當時已經是開始 譬如說 就有興趣去研究 是的 那時候有興趣 因為那時候作為小學生 有研究什麼 那時候沒有什麼研究 那時候沒有什麼研究 那時候很流行台灣出的 那間叫昆倫出版社 幽浮 幽浮 那時候還沒有幽浮 那時候叫做不明飛行物體 那時候有出很多超自然的書 它是書仔 代裝書這麼厚 全部那些書什麼百慕大三角 什麼神經失蹤事件 那些牛不知不見了 找回路 我那時候很喜歡看這些書 所以它的書架 就經常有一批這些書 凍在那裡 我經常拿來看 那時候拿來看就有興趣 就變了 因為我本身對文字有些問題 我本身有個讀寫障礙 對中文字我是看不到 我是看不入腦的 所以我就看那些相片 看那些圖片 其實那時候就開始去迷上了這件事 但有沒有找回一些 在香港跟你有類似經歷 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聊 後來做了現在的工作 就多很多 有沒有多不多 香港有些見面 多很多香港人見面 其實我告訴你 我今天來這裡之前 其實我在家裡 都還在研究一些個案 因為有些人一有個案 他們拍了相片 或者拍了一些片 他們又會給我 又會問問我是什麼 當然有些是飛機 有些可能是誤認的其他東西 但也有些是解釋不到的 有沒有一些可以分享 有 剛剛我講今早的個案 就是有兩夫妻 我忘記了 不是很清楚的地點 總之是好像在元朗 看到有一塊東西 在天空停了 但它是萬飛的 他在肉眼看 其實那塊東西不停在變色 不停在變色 其實那塊東西不停在變色 那塊東西不停在變色 不是韓拍那些嗎 我第一個感覺是韓拍的 但當他再放進去看的時候 那塊東西後來再畫了一個圖 就是好像一個 我怎麼形容呢 你當是一支毛筆 但是毛筆的頭 但它上下都是毛筆的頭 上下都是變不同色的 中間就有一個圈 都不知是甚麼 就是兩顆攬人的頂 然後有一塊東西 上下都尖 另外就是 我再深刻一點 就是有兩夫妻 在灣仔見到 就是一個雪茄營 簡直是一個很長的雪茄營 在天很高 在很高的地方見到 它還要見到是雪茄營之外 它會動 還有旁邊有一些霧的東西 包著它 它就在整條銀色 中間有一段是黑色的 你說這是甚麼來的 你說如果是一架飛機 飛機會動 但它停在天空上 都不動 你就解釋不到 還有因為他們形容 那些 的形容 他們找了一些照片出來 其實真是外國 他們見到的雪茄營 是UFO的照片 有個男子 有一個男聽 還發過給我 就是它好像是石結尾 好像石結尾 直接看到一個綠色的 它形容不是很大 它形容好像一個 籃球那麽大的物件 它就直接在頭頂上飛過 很快速在頭頂上飛過 然後又回到頭後便沒有了 我試過寫第一本書的時候 有一次我認識了一個航空公司 退休的航空公司的機師 我記得好像是英國人 他是最大間那間 好像這陣子那間 他退休的 我問他 其實我不是特意認識他 我純粹其他原因認識他 我八卦問他 你早這麽久有沒有見過 解釋不到的東西 他第一句問我 他問他不解釋不到的東西 你明明是UFO 我問他有沒有見過 沒有我沒有見過UFO 不過我有見過一個很奇怪的隕石 隕石就是它在回香港的途中 就是看到一個綠色的三角形的隕石 就是在飛機前面那裏飛過 他飛過之後便馬上跟副機師說 有沒有見到 副機師也見到 然後剛好原來有個空姐進來 不知道Serve他們吃東西 吹著 Serve甚麼我不知道 吃東西 我不知他Serve甚麼 但是他有兩個在一起 我不知道 總之有個空姐進來 空姐也見到 他說見到之後 他問後面的空姐見不見到 空姐就說我見不到 然後空姐說是不是這個 原來他飛過一次之後 再飛一次 飛了第二次 第二次飛的時候 他三角形這樣飛過 他打斜的飛過 我忘記了這邊還是這邊 好像這邊飛過 然後他說 尾巴就彈了兩顆白色的光出來 兩顆燈的東西出來 那兩顆燈在他面前 一聲就飛了上天上高 他說 但是我沒有見過UFO 我只是見過一些很奇妙的溫石 很奇妙的溫石 那時候我在網台時訪問他 那時候我寫字 我的辦公室有個外星人躺在那裡 我跟他見完一次之後 隔了兩個星期之後 他再回來找我有些東西 我要交回一些東西給他 他一進來見到外星人 他立即拍著外星人的頭 Oh this is my old friend 其實他言語間都說了給你 其實他見到UFO 他不可以告訴你 他見過UFO的能力 但是在香港裡面 應該是沒有見過外星人的 我有個案是見過的 我有兩個個案是見過的 一個是他有位女士 他只是在荃灣住 他只是上過飛碟的 是因為已經做了催眠 已經拿了所有口湯 七方基什麼都做過 很多事情都做過 他直接催眠我們 還要找一個專業的催眠師去做 我們錄了音 拿了所有東西去分析 他是在荃灣 其實他現在還在接觸 他現在還在接觸 他昨天還發了幾張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看 他昨天還發了幾張照片給我看 他手上有顆東西 但是我沒有空管他 他簡直是催眠的過程裡面 他應該是怎樣說 他是坐在家看電視 在播劇 播完劇之後 他不是很小做的人 播完劇之後 突然看到天上 窗上有個閃光 他看出去 下午還是 下午 記住時間都要 我就是想知道 11點半 下午 下午11點半 他看到有一塊鐵板的東西停在天上 就閃一下閃一下 他奇怪 為何又不是有起重機 吊著他 為何會有一塊鐵板 他那個位置是向山的 他就害怕的 他見到有一塊鐵板 他就蹲下 他覺得那塊鐵板或是光線過來 他不是害怕 他跌過來 他不知道什麼 他蹲下在那装 那装了一下 之後就不見了 跟著他沒有了 沒有了 就回去看電視 他見了他15分鐘 他坐回去看電視 一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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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3點多 中間不見了幾個小時 這些就是我們經常研究 UFO的現象叫做 Missing Time 其實不是不見了幾個小時 他看了太久還是什麼 他看了十多分鐘 他覺得是看了十多分鐘 回來看一看 就沒有了幾個小時 為何做的節目不同了 已經 是的 是的 節目不忘了 他開頭生 他開頭是在看TVB的神條合類 我記得 然後有兩組婦女紳士 卡通前三點多 鐘就是三點多 這些我們叫做Missing Time 其實就是他這段時間 他不知去了哪 他很害怕 有一次就不知他怎樣 意外地找到我的Facebook 他就發了一個E-mail給我 不是E-mail 他發了一個E-mail給我 我剛巧當時我在家裡寫著一本書 我看到一個E-mail 他就說 我有些事發生了我很害怕 你可不可以打電話給我 我就立即回覆E-mail給他 我說你不如留個電話 我打給你 我發了一個訊息 立即回覆E-mail給他 即是他在等著 是的 我打給他 他就哭了 他說他不知發生了甚麼事 後來我們搞了一段時間 跟他談過很多次 最後大約兩三個月後 他接受催眠 我們找了一個很專業的催眠師 跟他催眠了之後 他就發覺原來 其實那段失眠時間 他見到自己是穿過牆 走了出去 是凌空站在他 我忘了他住幾樓 九樓 凌空站在九樓 他看上去看見一些車在走 但網上上去看見一個UFO的底 他記得有一個畫面 也記得上去飛碟的畫面 有些儀器 他說有一個盒的東西 摘住他的肚子 類似這些 他現在一直在上去 都是有這些接觸的 但你問我為何會相信呢 原因就是 他可以講到很多未發生的事 給我聽 而是跟著會發生的 例如呢 例如我去 例如我那本書正在寫 其實我是想 那時大約是五月左右 其實我是打算七月趕書字 是呀 我在寫那本書 他跟他接觸了一段時間 他說其實你本書是寫不及的 你本書是十二月中才會出的 我心想沒有理由十二月中 你出不到 也不會差那麼久 也不會差那麼久 十二月中 結果那本書出版那一天 是十二月十五日 跟著十二月十五日 我記得好像是公眾假期 是星期六日 運到來香港 開始在書局賣十二月十八日 正式開始在香港賣 但是我告訴你 那本書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可以寫到十二月多那麼久 即是我是三月開始寫 寫到五月我其實都寫了一半 按進度應該可以 應該可以 七月應該可以 但他說你七月出不了 你十二月中 是否因為他那次見到 飛碟的底部之後 他就有些預知 他告訴我 他很有趣 他用一個字去形容 他用一個數字去形容 就是一個七字 他說我現在正在七月中 我跟他的對話就是 我現在正在七月中 其實他是拿著一些訊息 但你不要管 他拿著那些訊息 你幻想一下 你是一個經常播放TVB 神吊合女劇的一個女人 是普通女人 但是他可以告訴你 就是一些天文物理學的東西 他可以告訴你 人類DNA裡面構造的東西 他說是外星人 迫他去看這些資料 我也都親身見過他 我也都親自他傳給我看 就是他可以看看劇 他突然間有電視機是freeze了 是定了格 但是是在播放中 他不是在看錄影帶 是突然間freeze了畫面 然後他就會嘗試上去 不要想你不讓我看電視 就上去Facebook 他進來就進不了Facebook 但是他key inFacebook 是會彈出一些 很科學的網站 資料給他看 是很慘 如果我們加入 Sport街 他說很悶 他說很悶 但是他不能選擇 慢慢慢慢 其實慢慢慢慢 他就開始自己 對這些東西有了興趣 現在他說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 即是智商突然提高 不是智商提高 是智商提高 他的智識突然間多了很多 而且他說的東西 就不是普通人會說的東西 你可以當他黏了線 但是他的資料 全部都是有根據 你上網是找到這些資料出來的 那些資料有些是其他研究UFO的人 是講過的 但是他會有少少出入 但是你看到是同一個 其實如果這樣說 我聽說香港這麼密集 如果說到飛碟去到九樓或者幾樓 那麼密集 而那個人有這樣的經驗 他鄰居無 其實他真的會選擇人來溝通 我猜他是選擇人來溝通 當然你不是 他本身也是一個普通女人 他也沒有任何壓力 我做過很多調查 你是不是很喜歡看科幻片 是不是我的粉絲 他不是的 他完全都不是的 他是普通一個 他也沒有結婚 他也沒有結婚 總之是一個普通女生 喜歡煌劇的女生 但是他現在的轉變就是 我直接用Amazing去形容 當然 沒有煌劇 他在講給我聽 我的資料 什麼天文物理學的資料 你是要問陳志弘 他在我的節目講完 我也不知道陳志弘講什麼 但是他可以講得出來 是合理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怎樣解釋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其實已經有外星人在地球居住 有 絕對有 剛剛前一陣子 死了幾個音樂人 我們經常都想 這幾個音樂人 其實是外星人 我又不覺得他們是 我覺得他們可能是 你當陰謀論去看 他們就是受一些 他們有一個要做 就是他們要將一些的概念 帶出來 但是就是用他們的娛樂圈的身份 或者用他們的音樂 或者用他們的形象 去帶那些訊息出來 就是去改變一個人的價值觀 或者改變一個人 我們叫做世界觀 就是世界觀 這是現在我們大部分人的世界觀 但是他們有一班人 你當是Michael Jackson也是 他們就不認同這個世界觀 他們就不肯去幫他們 去宣揚這些的價值 所以變成可能失控 就會有一些神秘組織 去做一些事情去對壞他們 我們相信Michael Jackson 我本人相信Michael Jackson Winnie Houston 其實Lady Gaga Lady Gaga 其實都是被控制 Prince Prince 其實如果你上網找 你打Prince Def 你打了Conspiracy 其實多到你 Google 你找不完 看不完 多到很重要 我覺得娛樂圈這些會有些 有些人是特意叫他 Conspiracy 他們不是外星人 你說在外國 其實在美國 例如說在拉斯維加斯 其實的確有很多外星人 在這裏走來走去 不是吧 你見到嗎 你見到的 平時是普通人 跟普通人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賭錢 他們不會賭錢 他們會去逛街 甚至他們在做一些工作 可能去一間店舖賣東西 那個職員可能是外星人 那你怎樣解釋 其實星和星之間 要旅行那麼遠 人的陸生基本上 是不可以去那麼遠的距離 以前在我小時候 你要香港過九龍 你都要很久 很久 如果由香港去元朗 你去一天 去錦田 你一天 我現在就在錦田回去西環 半個小時就搞定了 其實科技發達 不用解釋 現在我們要這樣去旅行 因為我們在用我們的速度 從這裏 你去金星你要去多久 從這裏 你去木星 你要去多少年 但是別人的速度很快 你不覺得肉身是會有 只不過是它的交易方法 不是我們走那麼遠 我們一般相信 他們是掌握到一些 叫做蟲動的技術 這裏跳去那裏 這裏跳去那裏 只不過我們大部分地球人 都不知道那個空間的理論 你看Interstellar 怎麼可以看到 這麼多個空間 其實是我們未理解的 人家掌握了技術便可以快 但這些外星人的距離 是純粹要觀察 還是有什麼滅勢 想消滅 你記住 你記住 我們現在這些 所有這些都是一個理論 很多不同的學者 有很多理論 理論主要 現在我們概括到 就是分了三大類 一類就是純粹觀察 只是吃花生 無論你們炸到什麼都好 我只是在那裏 我不會去干預你們 另外有一班 就是希望可以在地球上 拿到一些資源 無論你人好 無論你的基因 什麼都好 那班就是和美國政府合作那班 可以捉了你上去做實驗 做完就扔你下來 但他又會給美國科技 這個就是第二批 第三批就是 比較上是靈性一些的 我們覺得他想協助你們 人類去 神級的 近乎宗教的先知 沒錯 你可以這樣說 突然之間在中東一個 在印度一個 所以我們要很小心 不要讓他們宗教化 不要讓他們變成迷信化 我們要研究他們 是不是有很多證據 可以證明他們來 或者他們說出來的訊息 就叫你們不要利用核 因為核一爆發 其實會很大影響 你們會毀滅 我們一般相信 就是這三大批 這個是早前的理論 到近年的理論 就出現了兩批 一批就是 原來他們很早已經離了地球 留在地底裏面 他們不是走不了 他們本身是地球原居民 只不過我們後來 他們將我們的基因 將他們的基因 放在地球的寧長類動物上 製造了人類出來 就變成我們現代人 這是近年的第二批理論 另一批最新的理論 就是他們一直 一班外星人來 就是想把我們地球人的基因 混在我們的基因 做了一種叫做 Alien Hybrid 即是混種人 其實所謂的混種人 就是你的DNA 混了外星人的種 就是他們的樣子 都是跟地球人一樣的 但是你們這班人 就是可以順利去過渡未來 整個 即是這班人慢慢去取締了 我們現在的特大教育 但他們為何要這樣去做 原因是因為他們會覺得 我們現在這一批地球人 其實是很原始 我們現在好像很先進 其實是很原始 因為我們現在做所有事情 都在破壞這個地球 他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他們覺得 而且你們地球人很暴力 而且你們不是很理解到 很多東西 總之很多技術上高的東西 知識上高的東西 你們不會理解 所以他們要做一班新的人出來 就是慢慢取締了 所謂取締就是我們這裏會死的 我們死了之後慢慢慢慢 一批一批的人類 就會有外星人的DNA裏面 可能將來可以順利去過渡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法 是近一百年近一百年 即是你見到人類的科技 什麼聲音上去 即是人類愛和平 那方面的要求 跟以前那幾千年是有不同的 一來其實不是的 其實你只是看到 小部分人要求和平 你美國政府也是想打仗的 是不是你不打仗 哪會賣到軍火 周圍都想打仗 大家都想打仗 現在誰見到梁振英 不想打他 其實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慢慢慢慢去改變 別人的計劃 不是說你計劃幾年的 別人計劃幾千年的計劃 地球 即是說一些外星人 但為何他們要把地球這樣玩 即是當作是實驗室 怎樣來做 因為地球本身對他們來說 都是實驗室 如果你相信這批理論的話 我們不是只有一種外星人的DNA 我們有很多種外星人的DNA 是湊過來夾我們出來的 不過我比較想一件事 就是想當時大航海時代 高文明的地方 去到低文明的地方 通常都是侵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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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說我拿槍去殺外星人 我浪費氣 人家就是看著你 已經可以震動你了 你看見多少個案駕車走 突然停了 那些人還拿著那些相機 連那些相機都動不了 因為人家按鍵 全地球已經癱瘓了 你怎樣去跟它打呢 浪費氣 技術太差太遠了 那如果真的來到 基本上是可以投降和臣服 你也可以這樣說 但其實我們不覺得 他們是想來侵略地球 我們休息一下一會 我們回來 關於美國有外星人 有外星人 有外星人 合作 還有卓飛興 待會回來見 待會見 想口齒淋漓 每天笑未言人 現在美國的OPALASIS美白牙膠幫到你 由美國製造的齒陀式美白牙膠成份 全溶化簡單 現在只需要每天一個小時 就可以令牙齒變得明亮和結白 那不用經常到深圳看牙 可以在家裡輕鬆的美白 現在在store.mihk.tv 已經有得買了 是不是看劇也不夠後 如果想繼續看我們這麼精彩的節目 就要上lojo.com 訂閱我們的頻道 沒錯 大家還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的lojo.hk 對 還可以上我們Facebook專頁 去Like我們 沒錯 如果大家平時會用手機上網 看影片的話 就可以下載我們的Apps iOS和Android 都是叫做MIHK 所以現在我們蘋果機也可以看 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節目 judged 按照我們 再按照 我們均勻 然後我們 對 我們 然後 有